中共的党庆献礼片《建党伟业》 自公映以来恶评如潮是非多多 从汤为戏份被删 宣传海报的党徽变成斧头帮 到首日公映就恶评如潮 闹得沸沸扬扬 近日香港居然还把这部片子列为儿童不亦篇 尽管中共对影片进行大吹大雷的宣传 但是得到的只是民众的一片嘲讽 为了7月1号的建党90周年庆祝 中共普京加粉地举行各种各样的宣传活动 6月15号 按照中共宣传机构指定制作的 所谓宪礼片《建党伟业》 在中国各地隆重推出 可是这部集中共的万千宠爱与一身的片子 香港影视处却将它评为了2A级 也就是儿童不亦篇 香港《苹果日报》22号报道说 据香港影视处解释 建党伟业有暗杀 中枪见血 士兵被炮火炸伤等暴力场面 而根据影视处的规定 这些场面属于有限度暴力 因此将它评为2A级 另外 电影中还有使用容易得到的武器 进行容易模仿的危险动作 建党伟业表达得太主动 不够含蓄 所以这部片子属于儿童不易 不过 建党伟业在大陆却是老少嫌疑 此前 北京新影联负责人高军 在预测票房时语出惊人的说 在建党伟业拿下一定的票房 比如8个亿以前 变形金刚三之类的进口片都不能上 那么 建党伟业这8亿票房如何来的呢 最近在网上的消息可以看到 北京大新区教委 山东省省治机关工委 保定市 严城 海南大学等中国各地单位 机构的宣传部门 都发出了关于组织观看影片 建党伟业的通知 甚至还要把观看情况统计上报 与此同时 建党伟业也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 6月2号 在建党伟业退出供应两个星期之前 美国基督教科学兼言报驻北京记者彼得·福特 就提前写出了不是影评的影评 题目是 在中国把一部影片弄成叫作片的三绝招 福特说 第一招用大牌明星冲塞演员阵容 第二招 拿掉能形成竞争的影片 第三招 加佐料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斌 在最近的研究生毕业致辞上 也严余了一份建党伟业 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时代 这要实在荒诞到什么地步呢 比如说 鼓励你唱革命歌曲 但是不鼓励革命 鼓励你唱政党伟业 但是不鼓励政党 在这部片子中 中共以建党比作伟业来夸耀自己 那么中共建党到底是伟业还是罪孽呢 旅居美国的中国著名评论家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曾撰文指出 中共的成立是罪孽 自1949年以来到现在的中共更是罪孽超神重 他在文章中说 中共先是在革命的旗号下 用暴力手段灭私重工 然后又在改革的旗号下 靠暴力的庇护化工为私 两件相反的坏事 居然让同一个党在50年内全做了 就在建党委业被中共捧得如火如荼之际 大陆中央银行在2006年6月发表一份 中国贪官携8000亿元卖逃的内部报告 被披露了出来 记者伊安约翰逊在6月17号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中说 有关贪官的媒体报道风暴 让正在准备庆祝七一成立90周年的中国共产党 非常难堪 新唐人记者李静 肖宇综合报道